每年大家都非常期待的跨年烟火秀台北101公布 2015年跨年烟火长度将维持去年的218秒 继续由法国顶尖团队敲刀 暂时受到了顶星黑星游的拖累 以前七八月份就会谈定的赞助 到现在三千万元企业赞助费用都还找不到 不过101也强调依旧会如期释放 二 三 四 到处山中101的璀璨烟火是跨年的一大亮点 但是今年受到顶星黑星游风波所害 三千万的企业赞助金至今还没有下文 距离跨年只剩下不到一个半月了 101还在努力找资金 大概八九月就会谈定 那今年都是被这个黑星游的事件有所影响 101承诺无论如何烟火都会释放 今年依旧找来法国顶尖团队设计 华瑟都原不说高度更是创下历年最高 首都城市在塔间施放 音乐更是融合了原住民和客家等元素 施放时间和往年相当还是218秒 行费大约需要三千到四千万元 尤其点的系统已经被拆掉了 也没有广告可以卖 烟火结束之后可能不会秀出任何厂商的logo 不过附近五星级饭店跨年夜当天的订房率仍然很夯 已经售出七到八成 我们饭店这边在面101的部分 房心是已经有八成的一个订房率 为了抢看烟火 包括101附近的军业饭店 韩社艾美 隔壁的韩社艾利 还有杂比厚厅 远一年的远东饭店几乎被抢购一空 以韩社艾美来说 顶级的总统套房两碗要价高达54万元 最便宜要6万多块 即使是黄金屋的天价 但是为了抢看跨年烟火 抢购的人潮大有人在 既然下面欢迎听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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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